南茵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 相传起源于唐代 最早发源于福建泉州 目前在闽南地区 台湾地区 以及东南亚华侨华人聚居的地方 都十分盛行 2009年 南茵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今天的融合故事会 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位台胞林素梅 她是福建省首批台湾省籍非仪传承人 她传承的就是被誉为 传统音乐活化时的男音 我是林素梅 是福建省籍非仪男音代表性传承人 我是从小九岁就学男音 在林素梅的记忆中 男音一直是她人生的主旋律 林素梅祖籍福建永春 童年在马来西亚度过 那时家中长辈在闲暇之余 总会演奏男音以解相仇 这就是林素梅对男音的初体验 1989年林素梅到高雄求学 得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男音艺术 台湾是比较传统的 当时的台湾呢 一个就在同乡会 当时是在高雄闽南同乡会 就是每个礼拜有两三天的时间 然后周围的人都会过来 然后来呢也到 回到台南男生社 对于男音了解的越多 林素梅就越痴迷其间 也更想追根溯源 2006年她回到家乡 既是寻找自己的根 也是追寻男音的根 这里的人才非常的多 艺术这个记忆都非常非常的高 来到大陆后 林素梅潜心于男音研究工作 共编辑出版了14部 有关男音的书籍 现在她更是把教授传播男音 当作成了一项事业 为了培养孩子们对男音的兴趣 她将时代元素融入男音曲目 让古老的音乐唱出时代精神 让我们走进男音世界 大家一起加油 我很喜欢男音 我觉得她很有趣 我学男音学了两年了 男音的乐器有 四宝 拍板 销 琵琶 还有第一日 以前的男音呢 很多都是传统的曲目 那现在这几十年来 有很多创新的创作的曲目 比如说去年我们 因为庆祝建党100周年 也有这样子的歌颂党的歌曲 那今年因为喜迎二十大 也有喜迎二十大的主题的 这样子的内容 搭乘数字化快车 林素梅还组建了专门的福建男音网 将男音的乐谱 乐理等分类整理上网 供爱好者们学习 每年她还会组织两岸的男音交流活动 为两岸男音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 那我们目前就是参与这个男音曲库跟男音教学资料库 或者是讲解 讲堂这样子的一个教学片的一个录制 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这样子的视频 让更多人来看到 接触到更有深度的或者是艺术更高的曲目 都说讲敏南画的地方就有男音 对于林素梅来说 男音就是香音 她计划创作更多的男音新曲 让两岸年轻人了解传统艺术 爱上这曲共同的香音 我们祖先的根在这里 男音的根在这里 应该叫做落叶归根 是最好 最完美的一个诠释